中国近年的科技成就 中国近年科技发展迅速 在各个科技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 在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里面 中国排名14比2018年上升三位 而且是连续四年上升 近年中国科技成就却越 在资讯科技方面 中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 是世界著名的超级电脑之一 能够高速处理气候、航天、海洋科学等方面的庞大数据 用于预测天气、资源勘探等等 帮助很大 在物流业 运用AR智慧物流系统之后 工作人员只要戴上AR眼镜 就可以接收订单讯息 而且不用亲身到达货架 就可以看到货仓里面的商品资料 以便进行快速分类、质量检测和包装等等的工作 省时省力 有些大型货仓还会应用全自动化的货箱储存系统 可以控制升降机和物流机械人在仓库之间的层架穿梭 协助存放或者取出货箱 带带减省所需要的时间和人力 令到物流效率提升 在航天技术方面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提供全球定位服务 为大众提供交通、灾害等等的重要资讯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内地利用超过一万格无人机 借助北斗的定位功能 有效率地在人流密集区喷洒消毒液 也避免了人工喷洒 会令工作人员有被感染的可能 在龙木叶方面 龙民利用智能系统 可以记录龙民驾驶拖拉机的轨迹 之后无人驾驶的拖拉机 可以按照轨迹记录行驶 自动播种收割 减省人力 在粗木叶方面 木民将安装了晶片的颈环 带在牛仔的颈上 然后与北斗3号组网卫星联系之后 木民放牛的时候 就可以安装家中监控牛仔的位置 在其他方面 国家的高铁网络发展迅速 截至2019年底 全国高铁里程已突破35,000公里 中国自行研制载人潜水器 郊龙号 其深潜记录突破7,000米 有利深入探索海洋 国家科技发展迅速 为民众的日常生活 工作等等都带来便利 改善生活质素 此外 科技可以提升各行各业的生产力 令人民收入增加 提升生活水平 而高技术产品和服务 便可以出口海外 赚取收入 令国家经济增长 科技实力提升 亦直接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总括而言 中国近年的科技成就 不单止为及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而且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亦都作出了贡献 数一数 了解更多相关概念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